我是小赵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适合 陆下之后养护的开花族 紫花满天心 开的是紫色的小花 花量是很丰富的 紫花满天心是一种非常好养的开花族 它的原名叫恶菊花 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 草花满天心并不是同一种 恶菊花它耐高温 非常适合夏季养护 耐热耐晒 在夏季也能开出暴腾的状态 家庭盆栽紫花满天心 是能多年栽种的 这个就是我去年一直养护的那一盆 现在它已经开始开花了 但是它有个缺点 不耐低温了 月冬温度你要保存在5度以上 只要它安全度过了冬季 进入春季 重新生长枝叶之后 就会开始孕育花苞了 春季开始开花之后 能持续不断的开花 一直到今年的初冬 养护的菊花 露春温度升高之后 就可以移出来 放在室外光照充足的地方养化 光照越充足 它生长的枝叶会越茂盛 花花也就会越多了 除了光照 还要及时补充养分 养分很简单 用复合肥搭配零甲肥 但零甲均衡的复合肥 均匀的撒在盆土表面 半个月左右给上一次 零甲肥呢 等它开始孕育花苞了 你再给 这样能让它孕育出更多的花苞 开花就会更多 平时浇水呢 等盆土表面干了就浇水 浇泽浇透 千万不要忘记浇水 否则呢 枝条很容易干枯死亡 紫花满天心呢 几乎没有什么病虫害 只要注意上面这几点 轻松就能养爆盆 今天关于紫花满天心的养护方法 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你的关注再走吧 好看